美國國務卿克里肯定了美國與歐洲之間的勞固聯繫 他表示在歐洲面臨與俄羅斯之間新的緊張局勢 和近乎空前的難民潮時 美國在歐洲力量與成功期間有著深遠的利害關係 正記錄在莫尼克安全會議期間 克里在講話中向美國的盟友保證 華盛頓會為歐洲領導人面臨的多重問題中提供支持 克里說顯然我們在歷史上可能從來沒有同時處理這麼多的熱點問題 出現這麼多走向衰敗或者已經顯然是失敗的國家 我想要表達奧巴馬總統和所有美國人信念就好像以前很多次表達過的一樣 只要歐洲國家團結在一起對這些挑戰建立起來的共同回應 這樣歐洲就會比以往更加強而有力地崛起 星期六較早時俄羅斯總理梅德維杰夫 在莫尼克的講話中譴責了不約的政策 並稱西方國家在牽起一場新的冷戰 克里表示今天很顯然儘管冷戰早已結束 維護自由與最後和平所需的勇氣和決心就好像半個世紀一樣 克里說而且最為明確的就是我們對民主烏克蘭的共同堅定的支持 他向歐洲在烏克蘭問題上表現出的決心致敬 歐洲是幾乎中央政府和俄羅斯支持的分離分子 於烏克蘭東部的衝突中堅決抵抗俄羅斯的反覆侵犯 克里說俄羅斯必須從烏克蘭的頓巴斯地區 撤出軍隊和武器 保證送回所有烏克蘭人士 允許人道主義救援進入被佔領地區 支持頓巴斯舉行自由公平選舉 並重建烏克蘭對其各境內一側的控制